好,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4月30号进行的一场往棋赛 由黑方连销对战白方王星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在两个角上选择相同的定型 那两边同行,一般就往中间一带走棋 实战黑棋夹过来 然后白棋挂脚,黑棋小尖,白棋靠出 这里白棋也可以先选择几个 那实战白棋扳 黑棋打持穿出来 白棋大跳,就形成另外一个变化 接下来黑棋贴住的话 上方这一块更加扎实一点 不过左边这里要补 长一个,那白棋就冲断 有这个双打持,然后外面要封锁 黑棋沾上补棋,那白棋拐住 还是可以跑出来 那这样下总在说双方也都能接受 实战黑棋单长 然后白棋压一个 再往前压,黑棋扳 一般来说这个棋型白棋都会选择断 然后弃子整形 打到外面这一下,白棋出头会更加容易一些 然后可以在左边冲断 那黑棋还是两边要补 补掉这个双打持,那白棋就可以往外跳架 实战白棋直接冲断 那白棋不走的话,黑棋可以选择挺投 那这手棋本身价值就很大 上方的空就比较立体了 白棋打持提掉,那黑棋可以跳一个 封锁白棋 那虽然说白棋也可以做活,因为拐住是先手 然后往脚上扳,断打完之后打 黑棋补,然后白棋就可以做活 那不过外面就被黑棋全部封住了 这样黑棋还可以 实战黑棋跑出这三颗子 白棋打持完之后往上方断 黑棋多爬一下是为了缩小白棋的眼位 接下来白棋扳,黑棋反扳 虎下来的话这里就多了一个断打 而且黑棋再往歪虎,可以先手补断 所以说白棋沾,黑棋打持,白棋长,然后黑棋再一长 这个立方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白棋还是可以选择在外面打持,先把左边补好 黑棋先冲一个井气,爬回的话 白棋可以先在右上角定型,然后再往外面补断 这样的话白棋就比较厚实了 可以反攻黑棋外面这一块 实战白棋还是选择冲下去 主要是脚上有一根路跳,所以说黑棋还要继续补 之后黑棋先往上贴住,白棋打持完之后 左边补齐,黑棋脚上补过 接下来白棋往上贴住稍微有些问题 这里的方向还是应该往中间飞一个 这样的话双方互相逃跑,但是白棋更加扎实 往上走的话,那黑棋飞刺就可以直接飞过来 白棋就显得比较重了 往外出头的话,黑棋可以提掉这颗子 本身就比较厚实,眼位也比较好 白棋右边就变薄了 但是实战黑棋直接跳不太好 被白棋大跳出来的话 那白棋还行 接下来黑棋要继续跑 现在左边飞压 不过这里白棋就简单联络就可以了 简单唯控 黑棋如果说跳一个 虽然说步调比较快 不过白棋还是可以联络 拐住 打持 黑棋外面薄 要继续补 白棋可以虎一个 这样白棋唯控的效率也比较高 实战黑棋长 然后双方简单定型 这里黑棋非常厚 但是落了一个后手 被白棋在右下方飞压另行 黑棋这里已经 围不了太多的木属了 这个围的非常扁 那黑棋只能在脚上先补棋 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接下来白棋可以考虑往中间大飞 这一手棋不但是唯控 而且瞄着左上方 黑棋这里跨段 黑棋补一手 那白棋便宜了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点刺 让黑棋变得更加重复 再往右边补棋 那这样的话 白棋的模样就已经扩张了 而且右下角这个三路匣 也显得并不是非常严厉 因为周围全是白棋的子 实战白棋往上跳一个 这一手棋对于黑棋来说 暂时不用补 因为右上角这三颗子 就算被分断 还可以往外出头 黑棋可以往中间打飞 这样的话白棋的空已经被压缩了 然后黑棋的潜力就增加了 所以说现在中间是双方必争的要点 实战黑棋直接往右边夹 下一手白棋站在二路并不是很好 这地方还是应该站在这 因为黑棋不可能去断吃这颗子 不然的话外面被白棋包住 黑棋不划算 黑棋如果说选择到陆地 那白棋沾 黑棋飞一个 这个棋形还是有些缺陷 接下来白棋可以冲 挡住的话可以断 跳一个白棋外面还是可以冲断 这样的话白棋自身也就安定了 实战白棋站着这 被黑棋往前一长再一跳 那这样的话下方还有这个冲断问题 虽然说白棋以后可以补 不过往这儿贴住跟黑棋长一个交换 肯定是不便宜的 而且黑棋更加容易往外出头 接下来白棋夹过来 这里主要是二路有一个连回 然后黑棋靠断 白棋先把下方这个断补了 然后往二路小间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可以选择 直接打吃完之后 再往上一打贴住 黑棋拐住白棋连回 棋筋连回的话 黑棋就被分开了 这样的话黑棋两块棋不活 形成作战也是白棋比较有力 实战白棋往二路小间 黑棋长 然后白棋长 黑棋在上方飞压 那这个地方白棋肯定要选择冲断 这个局势就稍微变得复杂一些 当然白棋也并不是说 非要吃掉右边这一块 可以选择直接在这封锁 当然不能长 长的话黑棋可以冲断 白棋可以选择小间 然后黑棋在这后手补棋的话 白棋就吃住右下这一块 那白棋的目鼠也还可以 实战白棋长一个 那黑棋飞出 那白棋跟着跳 接下来黑棋直接选择 靠出有些着急 这个地方应该先把右边 这个二路冲走掉 关键是打到这一下 右边这块棋的眼位 就会好很多 以后像这个一路打都是先手 还可以在这做眼 刺一个再飞出来 黑棋的步调也还可以 白棋右下方还不活 实战黑棋直接靠出的话 白棋现在就可以打 打的话直接破坏黑棋的眼位 实战白棋沾 稍微差一点 然后黑棋拐 白棋跳 黑棋点刺 再一场 这样的话 黑棋右下方这一块 先跑出来 白棋往右边 这个是一个眼型的要点 那黑棋右边不活 只有继续跑 下一手黑棋穿向眼 并不是很好 这里黑棋有一个妙手 就是直接顶住 白棋扳的话 黑棋可以先往这刺一个 因为白棋如果说沾 黑棋可以断 这两颗棋筋是跑不出来的 这样黑棋可以联络 白棋打吃 补在上面的话 那黑棋往这冲 这样的 这样块棋就已经连回了 这样黑棋好 实战黑棋穿向眼 那白棋简单跑出来 黑棋点刺 白棋继续把这个跨段补掉 黑棋靠出来 然后白棋冲 这样的话 白棋右边起筋连回 黑棋右边这一块 现在就死掉了 接下来黑棋冲一个 白棋补一手 之后黑棋往脚上扳 再往上小尖 现在黑棋右边损失的 目数非常多 还是想进攻 白棋上方大龙 但是黑棋的包围圈 实在是太薄了 这里被白棋 虎一个团柱 黑棋已经无法分段了 冲了一个 白棋断 站上的话 左边 右边有这个断打 实战往上冲 白棋提 那这个地方 黑棋自身的联络 也会出现问题 接下来黑棋长 白棋贴住先手 再往左边靠住 本来黑棋左边 是一道后市 现在也是 出现了一些问题 长一个白棋顶柱 黑棋中间要补 左边也要补 如果说在中间 双一个吃通这一块 那白棋往旁边一飞 黑棋冲断 白棋补 这块棋白棋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上方有这个挖断 随时可以联络 实战 黑棋双 现在左边补 那白棋还是往中间飞 这样的话 黑棋中间就被封锁了 还要花一手棋吃通 然后白棋 断打完之后打吃 这里都是白棋的权利 接下来白棋的选择并不是非常简明 往这点刺 白棋可能还是往这飞比较好 这个是绝对的先手 黑棋要补 然后白棋再飞 当黑棋往中间冲断的时候 白棋再补一手 因为黑棋右下角这一块还不活 还要继续单关连回 那白棋大龙的眼位已经非常丰富了 而且随时可以跟右下角联络 这样的话白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往右边打吃 二路爬 右边这一块就全部吃住了 这样的话白棋的目数好 实战白棋选择大飞 然后黑棋直接脱先 白棋这里还有保卫 要继续补齐 黑棋往右边又挖 那这里出齐了 当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就连回这颗子 白棋继续往右边打 黑棋断 那白棋右边这一串就被黑棋断开了 接下来就要形成一个转换 因为黑棋左边始终没有补齐 所以说白棋断在这的话 黑棋之前的后势也被白棋切断了 接下来黑棋右边拐住 那双方就形成屠龙转换 接下来白棋顶住 黑棋路打 白棋沾 黑棋如果说先把这儿沾上 然后往上沾 这样定型的话 以后中间这个冲断虽然说没有棋 但是把黑棋封锁之后 黑棋这里还存在收棋吃的问题 那下方这里的空也被白棋全部破坏 所以说黑棋往左边打吃完之后 先往中间长一个 长气 白棋并没有选择沾上 沾上的话上方这手沾 白棋脚上还要继续补 那这里有些搜刮 这个目数很大 所以说白棋先选择二路打拔 后续白棋还有这个二路夹的手关手段 接下来黑棋往这一穿 白棋沾上 那当然这里出不了棋 如果说黑棋挤一个 那白棋补断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白棋可以全部吃住 实战黑棋二路斑 没有选择沾上 沾上的话 主要是下方这里的缺口还没有补掉 而且一手棋补不好 白棋还是可以在这儿有些搜刮 所以说黑棋先往四路飞 违控 白棋沾 黑棋沾上 白棋挖一个 之后黑棋再往上路沾 白棋往上打吃 跳一个 黑棋在左边还有一些搜刮 之后白棋团住 铺一个景气 挡住 这里黑棋已经冲不断了 冲断的话这里打吃 接不归 接下来黑棋在下方收空 搬住 然后白棋要入夹 黑棋也不能立 立的话这里直接打吃 黑棋提 白棋可以在上方切顿 所以说黑棋虎一个 白棋右边先走一爬 往下冲 在这里定型 然后白棋往下冲 上面打吃 黑棋往脚上夹 接下来就是收关了 白棋往中间冲一个收器 黑棋紧气 白棋长 黑棋往上方度过 之后白棋左边沾 黑棋沾 白棋沾上 黑棋打吃先手 右边斑 然后白棋铺完之后打 紧气 这里白棋以后还有一些手段 接下来 白棋在上方这里有一个手筋 那就是断 断完之后一路立 再往这扳 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往左边打吃 然后可以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针对于黑棋来说 旁边还牵了一手棋 因为以后白棋右上角 这两颗子可以跑出来 黑棋先提结 白棋在下方断 提过来 然后上方这个结针 双方还是打了一会儿 黑棋先把上方这个补掉 然后白棋也没有选择把结消掉 而是在右边打吃继续收空 之后双方就在其他地方找结财 然后白棋往左下方打吃提结 黑棋左边沾 白棋把这三颗子吃掉 上方扑 提过来 黑棋沾 先手 那我们先加快进城 之后 黑棋在下方补 然后白棋打 那黑棋继续提结 白棋提 黑棋把这个结消掉 这个时候双方的这个局势 还是非常细腻 接下来就剩下一些小关子了 那最终的结果 是白棋赢了半目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